而如何接受呢,就引到第六个图 就圣经告诉我们,是借着我们的开口来接受神的救恩 底下呢,你就跟着我一同的来读下面这段话 主耶稣,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你,谢谢你为我而辞 主耶稣,赦免我,洗净我一切的罪 我信你,从死人中复活 成为赤生命的灵 我接受你,进到我里面 做我的救主,和我的生命 这一段话在读的时候,弟兄怎么要注意一个关键点 就是呢,我们带人传福音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要用我们的灵来点活人的灵 所以我们需要从我们的深处 带着我们所接触的人呢,来 这个,从他的深处来祷告 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直接的说,这是要祷告 但是这就是一种呢,成交 把祖的救恩接受到他的里面,关键的时刻 所以说,帮你用准备呢,操练这两个图 好,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俩俩俩呢,彼此刚刚把互相评一下 彼此评论一下,有什么需要缺点,需要改进的 我们跟你的同伴比较 好,我们再进到第七个图 这里很重要,请你用美呢 注意听,最好你能够稍微记一下 这里呢,他跟他这个祷告读完了之后 我就要跟他说,这个就是祷告 这就是接受祝福的路 刚已经接受了祝福 同学,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要问他,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一定不知道,我就要让大家看 你看,旁边有一处的经节 那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 就是呢,要带他祷福一处的经节 以确认这个救恩 所以呢,旁边,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节 我们一起读 你若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十人中复活 就必得救了 可以再一次 你若口里任什么 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十人中复活 就必得救了 所以你得救了 恭喜你,刚刚借着这样的祷告 我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所以你得救了 要加强他这个得救 就是用这段导读的话 带他 然后呢 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往下带 如果他反应非常好的话 就可以往下带 就是说 得救呢 有两方面 一个是在神面前的得救 另一面呢 就是在人面前的做见证 所以下面这处经节呢 再请你跟我一起的读 信而受尽了 必满得救 所以刚刚你已经心里信 现在呢 你需要受尽 受尽呢 就使你在人面前做见证 你就呢 经历这个完完的救恩 今天呢 我们就可以受尽 我们的会所就在旁边 走 我们现在就去受尽 好 我们两两讲一讲 等一下 那千万不要再问说 你今天要不要受尽 不要问这个 你要跟他说什么呢 你今天就可以受尽 招呼带你去受尽 好吗 好 我们来练习一下 来 这个 我们圣经的影响的这一本 最重要的说 花你三分钟的时间 跟你介绍 圣经到底在说什么 在圣经的开头 他就说 洗出神 创造天地 那神呢 也创造万物 并且各从其类 那这个 就像这个猫 是这个有猫类 狗就是狗人的样子 但是在神的创造中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人 他是非常 就先说 狗虫狗类 猫虫猫类 这就是什么 狗虫走类 猫虫猫类 那在神的招呼中 人是最特别的 人是虫神类 这一句圣经他就说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 创造人 人不是属于任何一类 人乃是虫神类 所以人呢 有神的形象 那为什么人会需要有神的形象呢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 因为这人是我所谐选的细灵 因为人要来城中这一位神 那这个人呢 分成三部分 这个灵与魂与生字 这是我们这个三个天线 最后面是我们的身体 那再深一点呢 这是我们的魂 那在我们人的最深处就是有这个灵 这个是城中神的器皿 那这里有打擦一下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呢 就是说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 人是要作为器皿来城中神 就可以问一个问题 那要城中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地方是来城中神的呢 所以才指出这个三个部分 我们的灵是城中神的地方 那很可惜的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 就是在神还没有进到人的灵力之前 罪就进到人的里面 人就堕落了 那这个罪呢 产生的三个结果 就是他教人的灵怎么样 死亡 教人的心思 被判 教人的身体 犯罪 就像我们生来就会说谎 生来就会生气一样 就说出我们里面有这一个罪 那怎么办呢 我们里面有这个罪 但是呢 神没有放弃我们 神为着这个罪的 他经过了一个过程 神在两千年前就成为肉体 名为耶稣 在地上过一个无罪的人的生活 为我们的罪定时支架 并且埋葬 过了三天 他就复活 成为赤生命的灵 如今这位神来是赤生命的灵 他要进到人的里面 要分次到 刚刚我们说 人的灵力 那我们要如何来接受这一位神呢 请你与我一同念 下面的这几句话 我念一句 你跟我念一句 我们一同来接受神的救恩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你 谢谢你 为我而死 主耶稣 赤免我 洗净我一切的罪 我信你 从死人中复活 成为赤身命的灵 我接受你 进到我里面 做我的救主 和我的生命 恭喜你这位同学 这就是董道 因为今天在这里 你就要很确定 喜乐犹豫的恭喜他 恭喜你 你今天已经 全力恭喜你 全力恭喜你 今天得救了 我们刚刚做的事情 就是祷告 接受神的救恩 你知道你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吗 太好了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 我父同理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救必得救 刚刚我们同理怎么样 认耶稣为主 而且我们也心里 信神 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我们就怎么样 救必得救 我们就必得救 所以你刚刚已经得救了 得救有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在神的一面 我们得救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面 就是在人的一面得救 我们一同来念 信而受信的必然得救 刚刚我们已经信了 我们还需要第二步就是 受信 我们就必然得救 恭喜你今天你就可以受信 我们的会所就在旁边而已 今天你需要受信 找我们一起来 来去受信 趁后一句怎么讲是个没法 太帅了 受信是在你来面前做见证的 他们 走 要肯定一点 走我们去受信 对 好 那我们是不是呢 就着我们刚刚的这个练习呢 为了我们能够啊 在这段时间多有操练 以福音的结许呢 求主祝福 我们满了福音的负担 满了真理的话 预备我们自己而挡造 特别弟兄也提到说 盼望从今天开始回去以后 天天找一个人来讲 哎哎 就开始练习 直到你熟练为止 阿们 祝福我们每一位 两两人都祷告 阿们